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在二十二號回訪本命區 也就是他的台南要固裝 他就反駁說因為現在在野黨頻頻就是要主打雪甲巴巴槍擊案 攻擊台南現在變成一個黑金跟黑道的故鄉 那他怎麼說呢 他說台南是個民主勝地 那麼非黑金故鄉 雪甲巴巴槍擊案是誰開槍 是誰在背後策劃之源 現在都已經抓到 但是他痛批在野黨用這件事情 這個議題一再的在攻擊台南 甚至還直指是這個雪甲慈濟公董事長王文宗 跟前台南市議長李全教 才是整件事情都是呢 這個主要的都是關鍵角色 且兩個人都是跟國民黨有關 他要把球再丟回給國民黨 看國民黨這邊要怎麼接 那麼我們都要聽到的是 李全教他怎麼反擊 他說呢把我歸類跟王文宗是好朋友 未免也太太拘我了吧 那賴清德你在任內台南的這個武聖夜市 把學校用地改建 設用為地圖的這個用地 這個圖利財團 另外呢還有這個盧渣案 大家都知道的 都是你在你任內核准的 那是不是這樣話說回來 你才是所謂的台南黑金始作俑者呢 他甚至呢還反向賴清德哦 那麼就要等賴清德要怎麼接了 因為他賴清德就說啦 這個污衊台南的污染台南的 都是國民黨的人 然後那他說他們自己都是善良的人 所以他認為說其實都是千錯萬錯 國民黨的錯 那麼就要來看到的是 為什麼他這一次要回防台南呢 因為有人說在台南的農工商哦 苦哈哈 跟過去呢鐵票倉完全不同了 有點生鏽的這個意味農厚在了 因為說八年魔咒開始了嗎 包括現在呢意識形態掛帥的產業 人力斷層 還有現在呢台南其實觀光客 應該要很多的 但是現在呢 路客少觀光業又很缺工 開出一個好價錢 卻招不到這個員工來 讓業者也覺得說怎麼會這麼慘哦 產業變產業 另外還有什麼呢 包括這個彈農也在抱怨政府啦 以及餘溫重光電的議題 因為現在再生能源發展的條例 有規範新增 改建在這個建築物上面 應該要重光電 那些光電的發展設備呢 是經過經濟部 還有內政部許可 以及協調之後初步規劃是 建築面積1000平方公尺 等於是300平以上 那麼你就要來設置太陽光電 那這件事情 有些人是不太買帳的 有些人認為說你的主張 我無法接受哦 但現在是已經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修正草案 三度通過了 現在的這個建築面積 只要是300平以上哦 你都必須要種植太陽光電 但有些人不買單 那該怎麼辦呢 我們再來看到是這個 侯友宜在21號 在桃園舉辦的大造事 現場2萬多人 已經塞爆會場了 侯友宜就說 台灣瀕臨戰爭的邊緣 你要戰爭嗎 你想和平嗎 大家希望創造兩岸和平的話 那麼就要選他當總統 那麼柯文哲昨天呢 則是開獎 他就炮口對準了民進黨大酸 懇求不要貪污就好 就這麼一丁點的小要求 希望民進黨可以做到 而外傳 侯友宜跟柯文哲在21號 要再度碰面 22號柯文哲上午受訪時 他沒有否認這件事情哦 他只有說可能會 兩個人相互交換意見 侯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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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大造勢 繼續衝出團結氣勢 大進場被支持者狂包圍 2萬人直接塞爆會場 空白畫面齊還飄揚更是壯觀 支持者就算沒位置做 也要佔著力挺 侯友宜也大打兩岸和平牌 台南已經瀕臨戰爭的邊緣了 而另一頭柯文哲公園開槍炮火業 對準民進黨 我們台灣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就可以了 國家第一條就是政府是可信的 你知道 第二條是司法是公平的 我只是肯求你不要貪忽就好了 下一任的總統你知道 第一 不要貪忽啦 高達六成名一期判政黨輪替下架貪腐 希望藍白趕快和 能讓2024有不一樣的總統 更有人提雙方應該先把合作模式敲定 確立聯合內閣立委選舉合作蘋果版 昨天是不是有跟這個侯市長來見面 溝通都一直有啦 特別是復聊幾乎每天都在打電話 昨天有沒有跟侯友宜見面 聊天什麼 這個喔 也沒什麼好瞭解 總統候選人跟總統候選人的見面 我們不會主動的透露 但是我很確定的給大家報告 前幾天我才跟柯主席見面 黨對黨的協調 這樣一個協調的方式 我們都會不斷的保持繼續的溝通 藍白怎麼合外界都在看 面對兩岸緊張情勢 2024大選能否政黨輪替下架貪腐政權 恐怕才是現在最高名義 記者張仁美李玄 SNG小組 桃園台北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AAT的理事主席 羅森伯格跟媒體座談時 有重申不支持台灣獨立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 國民黨推薦記者會 吃晚餐喝珍奶嗎 所以我只有一句話啦 我實在很不愛說這句話 騙術啊 選舉了之後就好不便宜 選後才是真正的他 選前都可以講 講一些很友好 說要喝珍奶吃晚餐 好啦 七年多以來啦 民進黨執政之後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兩岸這一塊來講 當然發生了很多事情 農產品進不去啦 EKFA可能停啊 兩岸沒有中線了嘛 本來有默契有一條中線 現在不見了嘛 這樣子到底 當然民進黨政府都把它推給對岸 對岸 對岸不友善 但是問題 你有沒有能力去交涉 談判嘛 這個不是 你不能發生事情都怪對手 你要有能力去處理 交涉 這個談判 民進黨沒有這個能力 最近的這個選舉 大家很關心 維丁委員剛剛講的 要避戰 我在民間聽到的 確實啦 尤其以霸戰爭之後 大家更擔心戰爭 所以要避戰 如何避戰 交流 實質交流 對話 善意 釋放善意 談判對自己有利的條件 這樣子才能避戰 好 我提出 侯友宜 剛剛是 民進黨的台獨黨綱 我認為啦 不好意思 這個 這個 侯友宜的兩岸政策 我把他歸納起來 就是什麼 一中兩線各表 相互尊重 加強交流 求同存異 我稱他叫 新九二共識 那九二共識喔 是 有一點被污名化 大家 這個 當然 這個因素很多 跟一國兩制被連結 所以呢 我覺得這一次我們有重大 我覺得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這個是怎麼開始的 就是 今天五月份 馬英九總統到大陸 記組訪問的時候 第一次在大陸的地區 提出台灣 中華民國憲法 那你們對岸也有憲法 要互相尊重 以前我們都談 一中各表 那這一次要進一步 因為也容易被誤解 一中大家都認為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對 這個講得清楚一點 一中兩線各表 這樣就夠清楚了吧 有兩個線吧 那意思是什麼 有一個中華民國 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今天國民黨開記者會 痛批賴清德選前再騙票 而選後則是欺騙人員 其實我們要來掌握的是 國防部長邱國正 到立院被詢 那麼被問到 立委馬文軍陷入 潛艦國造的泄滅案 強調整個案情 已經走入了司法程序 完全要配合檢調 釐清調查 當然也希望世界和平落幕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家瑜 各位最新的來 關心立法院的最新情形 有關於潛艦國造的爭議不斷 到現在到底落幕了沒 有關於國防部長邱國正 也對此回應說呢 其實針對馬文軍被指控洩密一事 馬文軍其實也一再的強調說 自己是清白的 甚至上節目去澄清說呢 他會講到韓國 其實國防部已經介入去調查了 他是沒有問題的 而柯國正也是一再強調呢 希望能夠和平落幕 我們來聽他怎麼說 沒有 我就想這個案子 已經走入這個檢調單位的場 任何言論 我們不再做任何一個辯解 或很聰明 這樣的話會把這個事情整個月搞 越模糊 我們希望平和落幕 與法與理來講的話 給大家一個交代 我們今天呢 好像在這個議會中有提到嘛 但結果怎麼樣 還是一樣 檢調去移情 我沒有看一看好不好 現在這個選舉在即啊 任何一個言論 我們國防部不去參與 不去做評論 我們也沒有預測 我們暫勸本務工作 一直保持的 不會去做任何評論參與 國軍啊 他進行備戰工作 是針對我們自己所 招呼到敵情來做考量的 當然國外不管是各界 包含中共自主 就是做一個評鑑 我們這個評鑑 我只希望我們同仁 有句話經常跟他們做鼓舞 不要把我們的勝利 計畫在你們的錯誤上 不管他是好或者不好 優或者低 或者BTC有的缺點 但我們不講 哎呀你還有這個缺點 我們將來就能夠克制如何 人家的錯 或者人家缺點 我們就要拿來看 我們記住沒有 我想這樣的話比較公寓 而且我也曾經跟各位表達說 一個國家建軍備戰 不是看輿情 或者看人家評論 對輿情怎麼樣 我們可以緩個兩年 輿情很奇怪 我們趕快加強 這會亂套 對於違反這個建軍備戰 這種做法 這種程序的話 這種事情我們廣告 會向來做 好可以聽說 邱國正一再強調 不再有任何的議策 他也是希望呢 一切交由檢調 以及司法來做公平 他最後呢 也是期盼說能夠和平落幕 他是有點必談這件事情 希望能夠有司法來做解釋 據被問到說 馬英軍背後是不是有戰鬥欄 在撐腰 邱國正是強調說 不做任何的議策 他認為說這件事情 就是所有事情 都是交給司法檢調來做釐清 而最後他也是希望呢 整件事情 前進國造爭議 其實國防部都很努力 他也希望呢 不要去影響到 有關於軍人 或是國防部的形象 希望能夠將這件事情 盡快落幕 以上是我們掌道聽行 向盡頭 在網內 太陽星全校 可菲爾醫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可菲爾醫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醫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可菲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可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可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何外面健康